可以嗎?可以可以 我們繼續剛剛講的 這個寄生法這個生字 其實是個性質 所以這個性質呢 這句話裡面要講的各位知道 這個是不是一個很單純的字 它的意思就是我看到了 月亮的根色 因為大家都很清楚 月亮每一個月它就是 有所應虧對不對 所以對過去的人來講 日每天上來都是一顆 月亮每一天 上來都不太一樣 每個月它就換一層皮 對古時候的人來講 他的觀察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說 月 這個系統 對他們來講它是有生命的 它是會窩而戶 那這個性質 各位就看到中國 先民造這個字 眼睛 要尋找生 叫做性 所以有一篇文章 現在出來叫做性之命株 我們就知道兩千多年前 中國的哲學家就在考慮 就在思考 人為什麼會有感情 為什麼會有性 為什麼叫性 性跟情常常連用 所以我們的先民 也早就在思考我們的身體 反應是怎麼來的 因此我們的先民 經過了非常長實驗的生活經驗 他去看這個人的生存問題 是把它記錄下來的 非常遺憾的是 如果不是組繭出來 我們到現在 對世書 對很多過去的觀念看 都是錯的 都不是很正確的 不完全做百分之百的錯 但是你不知道原來是怎麼講的 所以有了甲骨文以後 才發現原來我們的祖先 對於人的研究是很深入的 那能夠代表中國 有建政系統以來 對於人的概念 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 最完整的書 當然還是上學 所以在孔子 各位主管也記得我們說過 孔子被封為是儒家之神 我們說過 這是一個貶義 而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孔子說 我素而不作 他從來沒有說我創一個儒家 儒家是後來給他封審 所以孔子素而不作 素什麼呢 就是素過去的歷史 其中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孔子看到的是過去的 仙靈累積起來的 所有的生活經驗 而這個經驗裡面告訴我們什麼 人跟人生存之間的一個關係 這個關係就是要保民進來的確定 這是三個核心觀念 這三個核心觀念裡面 使得後來的儒家學者被稱為儒家學者 從來都是把政治活動當作他的核心 這個其實是領屈的歷史 因為我們曾經也解決過 公 公是什麼 公在西州的時候 公跟認是同一個字 什麼叫認 任用人叫做認 以前的認就是只有這個沒有人字 所以公跟認是同一個字 這代表什麼 很多學者也不知道 過去這個社會 是怎麼樣用人來管理人群呢 是用能夠做功的人 譬如說我們父母是沒有大帝 他教老百姓更做 我們現在的皇帝在兩千年以後 皇帝都是高高高的坐在裡面做事 可是各位想 為什麼 為什麼神隆帝還是不用做 大禮為什麼是治水 在州以前所謂聖軍 都是腳踏實地的做事 都是帶領人民好的生活經營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去看這個歷史 你就知道 漢代以後的儒家 根本就是七聖軍 他們不做事了 他們只是指會給他們做事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 我們就知道原來我們在孔子之前 我們就知道孔子的花香是被套 不配賤 孔子上任的一件大事就是缺敵 他是有軍事武術思想 他是能做的 所以荀子說孔子是速亂 技術的速亂 速亂 什麼叫亂 我們現在把亂當作很亂 亂轟轟的亂 以前亂就是什麼 彈雜的意思 孔子是什麼都會 孔子什麼都會 他 他說我這個從小 就貧賤 所以我什麼都會做 可是 大家會想到 你問我農 對不起我比不過老人夫 多圈虛啊 大家都忘了他的先准位置是什麼 是中國傳統裡面 父親做什麼 兒子就做什麼 所以他的父親是什麼 就是死 低階兒子 在更早的時候 是貴族 所以他當然他成績就是這個東西 因此 他想要做的當然是跟政治一樣 所以上書裡面講的 其實是什麼 是被我們忽視的 古人生命實踐的體悟 而這種體悟 又描述什麼 人跟自然互動的經驗 你們如果注意去看上書 然後看國語 裡面寫的很多都是 國家遇到災難 戰爭這些問題的時候 處理的問題 所以以前的事 你以為只管人嗎 不是啦 你們如果去看過那個以前 寫事 要寫事怎麼樣 事 每天要做到最晚的時候 一天的事情都做完了 才可以上床 睡覺 當你上床睡覺 如果天聽到有風雨的時候 那怎麼樣 就不能睡 爬起來 端坐在那一邊 為什麼 今天有變 他必須去聽 去感受 這半夜的風雨聲 會不會傷害到我們 這就是過去的事 這就是過去的事 為什麼有這種能力 他如果不會一堆技術 他怎麼做 所以恐子說 你要選六億 對不對 那你們種田的種田 那不需要他呢 那些都是專家嘛 所以他的所謂六億就是怎麼樣 把所有的東西都綜合起來 用政治去放鬆 所以我們對事的理解 在漢語以後 是完全錯誤的 完全錯誤的 為什麼 你們可以看 我上次隨便講過 美國的國務卿 有多少任 不是大學有名的教授 就是跨國企業的CEO 美國的跨國企業的CEO 一個企業的財務狀況之多 它是全群世界的工廠 它要管理不同的國家的人 可是我們呢 不管兩岸 我們這些管理政策的人 都是什麼 書哀子 教授 沒有實務經驗的教授 這就是 兩千年來中國人養成的一個最大的惡性 不務實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古人 我們如果要相信古人 還可以給我們一點智慧 我們就一點一點去懷疑 上桌裡面講到 保密 講的是人物 人之間的關係 你怎麼去管理 講靜德 是人的行為 德是行為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講 講天命 講人 為什麼要生在這 我生下 為什麼我不是生在這 我不是生在這 為什麼我不是生在這 為什麼我不是生在這 他說 他有他的道理 所以第一個要改變觀念 我們再來看古人的智慧 第一個要改變觀念 對不起 每個人都是管理者 原因都是官僚 為什麼 我們過去的錯誤第一個就是 管理這個國家的管理 到清淘以後管理這個國家的管理 所以你們看到大陸 開口閉口 領導 所以我是被管理 現代的社會對不起可以告訴各位 第一個要改 人人都是管理的 為什麼 很簡單 社會改變 社會改變成什麼樣子為什麼人人是管理者 第一個 過去的國家 你可以說是皇帝管 人民主管重點 所以你呢 皇帝管不到你 你不喜歡皇帝的你就找一塊地 反正你家就是有地 你耕種了一塊地 每天有了吃有何用就好 在窮在那狗就活得下去 現在不一樣 現在台灣的農舍 有多少人回去經營農舍都是可以的 他們為什麼還是回去經營呢 為什麼因為他已經累積了幾千萬 上億的錢 他回去那個農舍 一天 一個晚上 有個笑話 一個禮拜 有六天都是星期天 星期天 只要工作一天為什麼 人家只能住一個晚上 經營一個農舍 經營一個農舍 一個晚上 黃金再貴 兩千塊吧 三千塊吧 一個禮拜能夠活嗎 現在經營 農地活不下去 最簡單的理由就是 西方科技發達了以後 我上次講過 整塊地是用機器在工作 土地是誰的 土地不是人民的 土地是財團的 所以他要把世界扁平化了以後 市場 你們這些東方國家 還在一個人一個人跟作 台湾小農工跟作 你的成本是多少 每一公斤的成本是多少 所以一旦扁平化了以後 我們的小農通通活得下去 你一公斤的成本搞到是10塊錢 他一公斤的成本是5塊 世界貿易一打通了以後 我們的小農通通死 土地也不再是個人 過去的人可以怎麼樣 哎呀 成福福一 有一天我跟我的朋友說 我說 對不起 如果按照現在的法律觀念 你說 哎呀 我這個工夫很好 我可以靜坐 我也不用床 我坐著就可以 不倒單 然後我就躲開人群 我到深山裡面 對不起我告訴你 沒有經過入山正 你跑到玉山 然後在裡面給我過一個晚上 在法律上也是會亂 社會變了 人跟人的關係已經在於死 每一個人都離不開這個社會 離不開 所以我們被綁在一起 然後這個國家 你看從歐洲到台灣 最大的問題就是經濟發展 為什麼經濟發展不好 台灣沒飯吃 經濟發展靠什麼 靠貿易 靠製造業 靠服務業 所以 各位你們想問一個問題 你好歹在這個社會 你如果是 百貨公司的一個專會 你管我 再高一點你做一個管理員 你下面都管了好幾個 所以 你上面有老大 下一位被你管 年輕人剛進去是被管 可是兩個人 三年一表現好 就開始管人了 剛開始管一個人兩個人 後來管一小群人 你再有本事你就管越來越多 那不是管理者嗎 而我們剛剛看到上書裡面 最重要教的就是什麼 人跟人的關係嗎 就算是從這個競馬上 或許是愛你 你叫你看 時間尋了 來